不太會啦,你們都這樣 我當兵的時候在台南當兵 那時候我一句話都不會講台語 當兵來台南當兵,我覺得我好像出國 聽不懂台語 那時候我真的聽不懂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在鹽水當兵 鹽水,然後心意 然後永康,永康還比較好一點 還有人會講國語 在鹽水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去買 就放假,去買賢書機 我當時講這個時候 去買賢書機 然後買賢書機,老闆都會問嘛 年輕人 那羊毛 你們聽得懂 我講的標準 那時候聽不懂 那羊毛,想說多少錢 我去拿一百塊給他 然後給他錢 他又問我 年輕人 我想說 有那麼貴嗎 幾兩三十五乎嗎 我好奇是哪一個 不算啊 到底是 他們不是都很便宜 然後說拿我的絕招 五百塊給他 那個 那羊毛是怎麼意思 要不要辣 嚇死我了,想說 鹽水的錢出金那麼貴喔 一直問 給他五百塊 還要問,買羊毛就要打他了 哈哈哈哈 好 就真的聽不懂 但是也欣賞到 不一樣的文化,真的 我覺得這片土地太妙了 每一個文化都很像寶石 你知道嗎 台灣這麼小一個島 好多寶石喔,嚇死人了 人家外國人來這邊 一定會傻眼 我們的語言喔 就是原住民不要以為都會一樣 我們跟 就阿美族嘛 跟北南族嘛 就很像法國跟德國 你知道嗎 然後中間 那個共同族就是意大利 你知道嗎 那四族 他會打架的那一種呢 以前是四醜 語言又不通 你知道嗎 就是 兩個國家跟國家 這樣 更何況台語我也聽不懂 台語好像也是一個國家 而且那時候我們 我在部落裡面喔 原住民喔 戰其成嘛 都是阿美族 他說我還是覺得說